这个麦穗的来字,你还记得吗? 2016到2017年,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新疆吉姆南县的通天洞遗址, 发现了距今5000到3500年的小麦, 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之一。 另外,通天洞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, 距今45000年左右, 这里出土的1000多件石器中, 很多都是与欧洲和西亚地区的石器拥有共同的特征, 小麦和石器看起来都是和更西边的人群有密切的关系, 说明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。 新疆,中国西北边陲, 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不同文化的纽带, 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形成了一条沟通东西方的通道, 那是早在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交流之路, 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, 从西到东, 从东到西一派繁忙景象。 以彩陶而闻名的马家窑文化, 因1923年发现于甘肃省林桃的马家窑村而得名, 发现这个新石器文化的人, 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, 一开始安特生认为马家窑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,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, 这里的彩陶是在更东边的养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, 是养韶文化向西扩张的结果。 马家窑文化的时代是5300到4000年前, 它主要分布在甘肃、 宁夏、 青海和四川的部分地区。 这个文化至今已经发现了1400多处遗址,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, 也发现了鼠屋, 还找到了与养韶文化相似的石刀、陶刀, 这里的人们肯定是从事农业, 不过他们也放牧牛、羊, 因为这里干旱、寒冷, 畜牧业是很好的补充。 马家窑文化的特殊地位在于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, 那是甘肃东乡临家遗址出土的一把青铜小刀, 距今将近5000年, 比这把刀再晚个几百年发现的青铜和红铜就更多了。 马家窑文化之后, 齐家文化兴起了, 他得名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平一致, 也是安特生最早发现的, 相较于他的前辈, 齐家文化彩头的图案和气形都显得有些单调, 不过齐家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, 又使得整个社会文化的色彩异常的丰富, 齐家文化的玉器主要包括玉丛和玉壁, 你肯定记得, 玉丛是位于环太湖地区的两主文化的代表性器物, 虽然齐家文化的玉丛要简单很多, 但它是不是受到遥远的两主文化的间接影响呢? 至少考古学家相信, 来自东边的玉石礼器的传统, 很可能就是齐家文化这些玉器的源头, 更有意思的是, 齐家文化的玉器很多是用来自西边的新疆和田玉制成的, 西边的材料东方的文化, 齐家文化可真是大熔炉啊! 啊, 说起熔炉, 齐家文化还真的有熔炉, 因为他们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劲, 有青铜刀, 青铜斧, 青铜矛等等, 这些可能都是齐家文化的工匠, 利用齐连山里的金属矿藏, 冶炼铸造出来的, 跟马家妖文化一样, 齐家文化也位于农业和木业交汇的地区, 这里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家马, 这里的人们是中国最早一批策马奔腾的人, 马从欧亚大草原被引入东方, 自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一环。 1934年, 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一位维吾尔族猎人的带领下, 在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的沙漠中, 发现了一处规模庞大的墓地, 这就是小河墓地。 85年后, 小河墓地最有魅力的墓主人, 小河公主来到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, 小河公主大约去世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, 到现在已经有3500岁了, 她生活的年代比齐家文化的时代稍微晚了一点, 像小河墓地的大多数墓主人一样, 她头戴沾帽, 脚穿皮靴, 身穿宽大的毛指斗篷, 躺在几块胡杨木拼城的船棺里, 她戴着的沾帽上插着羽毛做的饰物, 还有一只林幼横坠在沾帽中部, 显得雍容华贵, 头部放置着草边的小篓, 也是小河墓地里常见的陪葬品, 里面装着小麦和小米, 斗篷里还挂着三包麻黄枝, 可能跟当时人的医学观念有关,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, 小河公主是混血儿, 外貌上以高加索人的特征为主, 她活着的时候, 看上去应该是一位白种人, 小河墓地发现了很多木雕人面像, 还有用于祭祀的牛头和羊头, 这些风俗, 还有长相和衣服, 都说明这群人跟中亚草原文化,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, 他们种的庄稼林, 又有来自东方的树, 那么他们也在接受来自东亚的文化, 这里就像一个文化中转站, 小河墓地也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, 比如铜镜,铜灵, 你注意到了吗? 今天讲的马家窑文化, 奇甲文化, 小河墓地都出现了一种, 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的东西, 那就是青铜, 青铜是被人类大规模利用的第一种金属制品, 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巨大变革, 石器时代要慢慢转化为青铜时代了, 下一集, 我们就来看青铜这种神奇材料, 在中国的早期历史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